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58一龙电是今天法收会 预估会不错 如果没有法收会也是一样 因为技术面它本来就 比较强 对 比较强 就像最近的原项 连续又拉两根上 就是一个高档震荡月线向上 技术面强势的股票 或者是今天的晶元电 2449晶元电也是一样 这些股票其实我之前都谈过了 那当然这是做测试股 当然晶元电今天跟恩智浦有绝对的关系 因为它原本就是它的供应链 70%的业务都是从恩智浦这个地方来的 这也是之前也谈过了 那有关于这个义龙电这档股票 当然是做这个指纹辨识 指纹辨识的晶片 那我等一下会谈 这一次的MWC展 确认了三件事情重大事情 其实今天报纸就写说 写一个事情说 确认金属机壳是今年的主流 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属机壳 就是unibody 就是一体成型的金属机壳 不管是铝合金 铝铭合金 都是属于金属机壳 就是这个消息片当然是从三星 最近的一款手机叫S6 跟S6 Edge 就是睽違很久一段时间 这个三星推出来的一个旗舰机 我想这支手机应该会卖得不错 我预估 当然要跟苹果iPhone6定竞争还是有点差 因为三星在去年被苹果打得很惨 以前在三星都是在前年都是占有力 全世界的占有力智慧手机都占三成多 甚至到三成五 去年已经衰退到三成以下 去年的第四季 苹果的iPhone6的一个智慧手机新推出 在整个全世界的市场占有力是48.9% 所以一整年来讲 苹果电脑也赢过了三星 这个是在手机部分 所以他这一支手机当然对他非常的重要 当然也另外就是我们家的宏达电 不是我们家是你们家的宏达电 他也推出了M9的新的手机 就是他一直在推新机 当然这支手机我也认为 有机会还是有机会来竞争 当然这个是不谈宏达电的部分 因为谈宏达电大家心情就不好 因为股价不好大家心情就会不好 那我跟各位讲这指数 该跌不跌 那会不会涨 投资票比较关心的是这个部分 为什么我都谈一下指数 因为你喜欢听 其实我讲这个跟你都没有关心 指数到万点你的股票还不是下跌 我常常在说 因为你的股票就下跌了 对不对 你都买那个红海 你别去哪 对不对 或者是你现在都买那个 二三五四那个红准 人家已经涨完了 从九十几块掉下来 你才要去承接 都已经涨完了 那你去九十几块去买 当然就不会涨 因为每一段时间 不管大盘涨还跌 都会有强势股 都会有涨的股票 因为股票太多了 将近一千五百档股票 所以越来越明显 很多的股票除了全值股以外 全值股 就是所谓全值股是台湾五十 中型一百 这个全值股跟大盘的联动性 高度相关以外 其实很多的小型股 跟大盘是 不要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在做股票 不是在做指数 我等一下就讲过 但是如果指数掉下来 大跌了 大幅修正了 你的股票会不会受到影响 会 百分之八十会 但是因为我不知道 你是什么股票 所以我提出的预警 警告是希望你不要去 买到那种 如果大盘万一要下跌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你辛辛苦苦手 赚了钱又到时候 报上又报下又白打了 曾主委今天不是也讲吗 对不对 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讲 曾主委讲什么 讲说外资的事情 外资从去年的三月份 那时候的总贿赂是 1610亿 那现在已经到 现在目前为止 增加到1860亿美金 在一年多里面增加了 超过150亿美金 150亿美金 你帮我算看看台币多少钱 所以啊 曾主委是说 你看啊 不是只有我在讲嘛 曾主委说 你要小心一下风险 他不是说叫你不要做多 他是告诉你说 基本面不错 但是不要一直讲基本面 因为股票不是只有基本面而已 股票还有资金面 就像经常性的一个收支里面 对不对 我们所谓的国际收支 要包含金融账 贸易账 资本账 对不对 那金融账一直流出去 18季来 为什么流出去 台湾为什么在18季以来 金融账一直流出去 流出去500多亿美金 其实这些东西 在经济变里面 我很少跟各位讲 但是曾主委的意思就是说 我主持人的钱 我们称他们热钱 哈曼尼 热钱进来 他不是要建设你大台湾 他进来是炒 炒 要想炒什么 他目的第一个要炒什么 新台币 可是新台币 我们有一个把关的 很厉害的 彭怀兰总裁 他不让你炒 你炒看看把你赶出去 对不对 彭怀兰不是都会 警告这些外资说 你进来你要给我买股票 不然你就要买债券 那否则应该要混蛋 不是每次都这样讲吗 所以新台币是被控制的 它其实不是一个自由货币 我们有时候升跟贬 我们的幅度一定是少于 国际的一个货币 这一定是这样 我们控制得很好 因为彭怀兰太厉害了 好 那我跟各位讲 外资进来的热钱 它原本它是有目的的 它不是要建设你大台湾 那有些外资是长期投资的 那不一样 那跟热钱没有关系 可是有些外资是热钱进来 快出去快 那这个地方发生过 去年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就在7月15号那时候 9593 掉下去那时候掉500多点 热钱撤退 那如果你来不及撤退的话 你股票也白搭了 报上就报下了 又怎么输 那9月1号那时候 我不是也全部出清 反手放空吗 掉了1031点 外资一样是热钱撤出去 两次 那一次跌了1000多点 很多股票 我跟各位讲 都是腰斩 尤其是OTC的股票 我没有骗你 生计股都腰斩 都跌一半 我帮他 我不行 不要说我每次都讨得掉了 因为丁超做事情很小心 战战兢兢 因为客户的财产 资产 他交给我 我必须要保护 我宁愿赚少一点 我都不要让他们亏一毛钱 这是我当头部老师 我的宗旨 我不喜欢去炒作股票 我不喜欢去追逐 涨停板的股票 我不喜欢起哄 我有我自己的道理在 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 长长久久 每个月 每一个礼拜 长长久久 陆陆续续的累积财富 这是我的目的 那刚刚讲过 曾主委他告诉你说 你要小心热情跑出去 他是好意 好意你了解吗 你不要怪他说 他今天讲这样 好像在泼你冷水 不是 这好意嘛 他怕你说 也不太想 就好像天在下雨 最近三月份 阴雨天很多 三月份常常会下雨 对不对 那因为春天要交接 冬天要到春天要交接的时候 常常会这样子 天气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下雨 路面不是很好走 那你走路是不是要慢一点 要小心一点 没水可以滚倒 你二三十岁摔倒没关系 拍拍屁股就站起来 如果你年纪大一点 五六十岁七八十岁八九十岁 一摔就麻烦你知道吗 所以是不是要走慢一点 那晴天你可以用跑的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 你真的要居安思维 指的是一个指数 那还没有跌下来 为什么我要一直讲呢 我不能跌下来才跟你讲 来不及 我做节目是有义务 跟有责任的 是不是 那没有跌啊 老实在没有跌啊 美国还创新高 我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我怎么不知道 又不是只有你知道 我知道美国创新高 那美国创新高 为什么台湾不会涨 为什么美国涨150几点 台湾是最后勉强才涨了四点 还靠台积电烙尾盘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指数是不是一定要大跌 我没有这样讲 盘整的方式 指数修正正观里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时间来盘整 叫横盘 以盘代跌 我讲过了 叫时间修正 另外一种叫空间修正 例如像去年的七月份的修正 跟去年九月份 修正到十月中的修正 那叫做什么 直接下跌 那到底要用哪一种方式 我怎么会知道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就跟益长不知道 可是我们在 现在目前来讲 要不要做 要不要做多 要啊 为什么不做多 因为明明知道 很多股票还有机会 这个叫抢贸 抢短 可以涨的股票 为什么我们不做多 为什么不做 这个道理就要 你做多了 万一跌下怎么办 跌下来再说 跌下来再说 你变反正 我走第一名 我很会跑的 你放心 真正说我不会骗 我很会走的 因为我很敏感 那你如果说指数会跌个三五百点 也许我们就把股票卖掉 不做空嘛 对不对 那如果预期到时候 测试测得很严重 或是美国股市要做大幅度 涨多回档修正 跌个八百一千 不是不可能 那我就要放开你 开玩笑 我一定会放空的 我讲话一定会照做的 你放心 我没有一点消费 我跟你讲 我做股票我是很残忍的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 该买该卖一句话 不啰嗦了 所以你看我做股票 为什么做这么少 因为这档数少一点 我们进出快 我们客户配合也快 你看一龙店 刚刚欣欣谈到一龙店 我跟各位讲 讲了老半天 现在还没有讲到一龙店 这档股票 是什么时候做的 2月25号 今天是3月3号了 是新春开红盘的第二天 8点52分 你还在睡觉 我是这个地方买的 51块8毛钱的上下 0.5元 所以买到是一个开盘价 大概52块左右 最低还可以买到51块6 我这几天是不是一直强调这档股票 好 所以这档股票也没上天板了 起到现在也才起 涨到你也才赚了3块钱 没在拌败了 对吧 没在拌败了 我都公开操作给你看 那今天一龙店 涨到这个地方 老师 你说到这里来讲 没有涨 那明天怎么样 我跟你说 百分之八十 用穿的 还有百分之二十是 我不知道 我做什么事情 我不会讲到满 我可以跟你讲指纹辨识 我刚刚不是一直谈到说 MWC展里面 确认的金属机壳是今年主流 对不对 连三星S6都用金属机壳 以前它是用塑料机壳 对不对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吧 那第二个主流是什么 MWC展里面 其实确认第二个主流就是 指纹辨识 指纹辨识晶片 你的手机如果未来 没有指纹辨识晶片 你就太多了 iPhone的第五代5S 它就已经推出指纹辨识晶片了 何况是iPhone6 那指纹辨识晶片 为什么这么重要 康然重要 因为以后一定要用到 物联网一定要用到这块 跟这MWC 就是无线的竹技里进场的通讯 以后有意思 我可以跟你讲 这是第二点 要确认这个主流 第三个主流是什么 确认什么 确认无线通信 无线充电 无线充电不是通信 无线充电 那无线充电 有三个大联盟 所以最比较出名的就是PMA的联盟 无线充电联盟 跟A4的PW联盟 就是无线电力联盟 这两个大联盟 联发科也在里面当联盟 联盟盟主 联发科很厉害 联发科最近不讲 因为联发科目前还是空头 还是技术面在修正 所以你看看 这些东西都在MWC展 还有另外就是月中以后 德国和Norway的Cbit展 都会一直谈到这些事情 所以做股票哪里能够 蒙着头在乱做呢 你看指纹辨识 这档股票 它在一个 现在目前这个位置 你会认为说 它好像涨了很多很高档 我刚刚不是谈到吗 今天的晶圆电 工上的涨停板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它不是一天两天 它整理一段时间以后走喷出 今天的原相也是一样 整理一段时间以后走喷出 你一档股票没有吸纳筹码 没有甩轿 你怎么让它涨 指纹辨识另外第二档股票 我也在谈到 当然就是这档股票 需要 2月24号是这样 对不对 那买进这个需要 它就是敦泰电子 它也合并了 它要改名字 到现在目前还没改 它说3月要改到 到现在还没改 它就是敦泰电 敦泰电子 不是F敦泰 以后叫敦泰电子 那这档股票 它是不是做指纹辨识 当然是啊 本身需要 以前没有做指纹辨识 但是敦泰有啊 敦泰有啊 所以合并以后就敦泰有啊 那指纹辨识 晶片来讲 这个技术辨识非常强 我等一下跟各位讲 这随时会走喷出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道理 那另外我刚刚喊到是凯胜 老师啊你凯胜没事 为什么要讲凯胜 当然有事啊 什么没事 凯胜明天法说会嘛 那我知道啊 那今天一开盘多少钱 今天凯胜一开盘是 开174块175块左右 那丁超就进场了 今天就进场 我在强调是早上一开盘 我不是尾盘 180买的 我是一大早 就在等着他 买到最低点了 一开盘 那有事啊 对我刚刚讲过嘛 就是这金属饥渴嘛 那你为什么不买可乘呢 不是不买可乘 因为可乘还在高档震荡整理嘛 不是可乘不好 是我认为凯胜的爆发力 会比可乘更强 对不对 凯胜啊 这是每一段时间 每一段时间 做的股票不一样 所以我等一下 节目回来的时候 我再跟各位谈到 这个更详细的消息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谢谢 好 今天看到 翼龙店已经创新高了 后续还有多头标的吗 广告就会继续待您看 马上回来 万通国际证券投顾 正派 热诚 专业 精准掌握趋势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次进出点 服务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买好空调火力送 4月底前买富士通 火力送 送电扇 再送现金最高3000元 要买要快哦 I don't do romance My tastes are very singular 格雷的50道阴影 性感热映中 早家人家多情我 早早6几点就做问 喝湿湿湿湿 我尿尿过来 真在白白富富的 哦 你又在买车上了哦 早车时间等 咱们再前一回 三等了 我没证据 来啦 我现在都穿极卫富士定 为食道逆流 极卫富士定 一定搞定 超话界的奥斯卡 魁为15年 超话界最高荣誉殿堂 唯一波隆纳官方授权 正式在台展出 世界超话大师作品 起聚台湾 万中选一 原画作品完整呈现 19个国家 75位插画师 380件插画作品 2014入选作品精华 看插画 想故事 玩创意 遨游插画的想象世界 台湾的骄傲 为台湾创作者喝彩 不输世界的创意与精神 艺术家共同展出 呼隆纳世界插画大展 2月14到4月6号 中正纪念堂 惊奇展出 格林文创让艺术生活化 摩斯汉堡美味盛开 樱花虾海洋珍珠宝 玉世多蜜和牛宝 看见安心的夏宴 摩斯巴嘎 摩斯汉堡美味盛开 樱花虾海洋珍珠宝 玉世多蜜和牛宝 看见安心的夏宴 摩斯巴嘎 青山碧水长 春春小雨多 天道穿游净 小小的烟草 2015新北市平溪天灯节 我们就可以发现 似乎在指数的一个部分 这几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 所以一切都还是在选股 选对股非常的重要 那老师继续带我们来看个股吧 好的 我们在选股方面 当然是除了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还有就是泡面 我讲过 基本面不如一碗泡面 当然最重要是 我在操作来讲 就是技术面为右线 基本面跟消息面为辅 基本面跟筹码面为辅 消息面听听就好 我常这样讲 技术面如果没有买点 你这张股票再怎么好 我都不经常 我没时间跟你在拨弄 有时候基本面很好 你报个三年都不会涨 对不对 我们做股票 就是今天买明天希望能够赚钱 不是今天买十年以后赚钱 我没有这种观念 不是今天买等十年 后我跟你讲 十年前我推荐什么股票 现在涨起来了 你讲那个话不是被笑死了吗 我是要今天买马上涨 或是今天买明天要涨 不是这样子吗 做股票不是东西这样做吗 好 那我昨天讲过 你要选股票 要选什么股票 不以置评 但是你至少技术变得好 好我们来谈几张股票 我这些股票都是跟 跟这些股票 我要谈的股票 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我们看3665的茂连 今天是不是转强了 茂连 它这一波里面 它是不是一样 利手上升季限 回车上升季限是拐点 前一阵子嘛 对不对 这个地方你在看 它能够突然间转强 一定是技术变 本来就是保护它 对不对 F茂连 另外就是1476的茂连 每天在去 你看297或是300多块 那个地方掉下来 不是说回车的时候 都是利手上升季限 至少要利手上升季限 中限是拐点 创新高 你会觉得说 这种股票一直涨 你的股票为什么一直掉呢 因为你的股票其实他卖 他会比较 他会比较 不一样 不一样 2458 2498 红达电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它会掉 你看这一波反弹以后 我们看这里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讲它 你看反弹以后 这还是月线 月线包排 月线向下反弹是逃命 我是这样讲就好了 不然到时候你会骂我 为什么我说联发科上去它还掉 它上面有反压在 短线来讲它有反压在 都不适合做多 我之前不是抢过联发科的短线 短线吗 435块 不知道抢了十几块 一二十块上来 你忘记了吗 我把它跑掉了 你记得吗 那你看 还有就是2233的这个羽绒 今天不是有转强 它本来都没有利手上升季限 你得讲那么多基本面干什么 它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它怎么上去 3658的汉威科 今天怎么突然间上来 是不是利手上升季限 每一次回撤都利手上升季限 还包含6274的信华 讲错不是6274 就是5274对不起 对5274 还有6286的利奇 难道不是都长得一模一样吗 还有1589的永贯 4958的真理 难道不是都是这样子吗 你说这支股票 你又不买半价 我如果要买到1500都买起来 如果每档股票强势股我都要买的话 我们都要不要开中央银行 没那么多钱 不能自己印钞票 我只是告诉你什么样的股票 才适合保留做多 什么股票不适合 好 那我现在讲回答 我讲我的股票 我现在选股里面 有没有符合这种条件 当然有 当然有 如果没有我干嘛讲 2458的一龙店 2458的一龙店 没有这种条件吗 难道没有这种条件吗 你看它长的图形是不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随时准备要做喷出的表态 那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在51块8推荐 那老师今天55块是不是还能买 还是一个买点 当然是啊 为什么 当然是啊 它怎么可能涨3块就停了 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去多花3块钱跟它买而已 这是做股票的名价 对不对 然后另外就是3545的需要 你看看它的长相是不是符合这种条件 有没有符合这种条件 尤其是需要 我跟各位讲 这种被喷出来 这首量在这边 长量 回测上升季线第二拐 放量以后连续三天亮缩 喷出之状啊 我可以跟你讲啊 股票涨一个长虹之后 它如果掉不下来啊 吃不掉这个长虹一半以上 又是量缩的话 都是会在网上冲的 你看原相就是这样子 这是技术面的拐点 那5264的凯胜 我们今天新买的 它为什么今天 今天买 其实它技术面并不是很良好 但是因为明天法收回 我认为明天要流转月线的方向 老实讲 它技术还是向下 没有错了 中线还是走空啊 但是短线明天会走多 所以我们提前进场 5264凯胜啊 今天一大早 大概174块175块 对不对 我做的股票都更快公开 另外我们还有一档股票 就6451的F信心嘛 最近不是一样在整理吗 那整理有什么关系呢 整理就是要在涨啊 这是整理啊 你看我做的股票都公开 没有几档嘛 那为什么要公开 我是希望各位可以参考我的做法 真的 股票不要买的太多 你股票50档我知道 今天大盘就算涨300点 对你都没有任何好处 因为你50档股票里面有25档在涨 25档在跌 刚才呼呼的刚才都没去没落 那如果今天大盘跌300点 我可以跟你保证你50档股票里面至少跌了45档 你就有5档在涨 而且都涨1毛2毛3毛4毛5毛的 那跌了都跌停板 你回想一下我讲的话 到底对不对 你做的股票做这么多 这么多档数 你有赚过一毛钱吗 同学朋友 为什么你不会赚钱 因为你不听我的话 你股票做太多档数 旧的股票你都不处理 你3年前5年前10年前的股票 一直保留到现在 你还要再报10年 30年50年100年 你要传值传算是不是 把你的股票处理一下 跟着我操作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谢谢 谢谢丁茶老师 为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发现了 就是一个选股不选市的一个局面 到底要如何来操作 我们会实际的为大家来做个追踪 感谢你的收看 明年同一时间 与您家会 拜拜 拜拜 拜拜